台湾市长林佳龙代表东面国小借过车钥匙 紧接着跟捐车业者以及全校师生一起拍下纪念照片 一位学校位处偏远山区 长期以来学生上下课都由热心家长跟老师接送 有感校方的用心 有业者特别捐了一台乡型车 希望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求学之路没有障碍 他有看到我们比较偏乡的同学 在这个教育资源上比较贫乏 所以需要校车 因为先前都是校长在同学上学放学 那有了这个他捐赠的校车 我想对我们同学的不管是这个求学 都可以有更好的环境也更安全 不只捐校车帮助小朋友上学 JT业者还带来了另一份礼物 工作人员启动燃烧器 小朋友各个显得好兴奋 迫不及待要进行这一场热气球的体验活动 全校45位的学童逐一搭上了热气球 从不同角度看美丽校园 大家是惊呼连连 我觉得搭热气球很好玩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搭热气球 而且还可以看到平常不能看到的东西和景色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基层教育能够更扎根 让我们大台中所有更多的企业组能够借由这个活动 借由我们的热气球活动 也都一起来看到我们这个偏远每一个地区的小孩 都能够接轨到跟台中市区一样可以的教育生活 对业者回馈地方的善行义举是否给予高度肯定 并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带来更多资源 让孩子们享有更好的教育品质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